那说到了执着呀 相信其实很多人的内心 都有自己所执着的这一个方面 让我想到了一个场外观众的提问 我们来一起来看视频 调解一下 堪布林好 很荣幸有这次机会与堪布进行交流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艺术 比如说电影和摇滚乐 与佛法之间的关系的 我是一个电影女士 摇滚乐的爱好者 如何把这些爱好转为盗勇呢 谢谢 这是一位小师兄 然后呢 而且是一个走在艺术史上前沿的一个师兄 那他想问呢 就是怎么把信仰和他所追求的艺术 找到一个平衡点 艺术跟这个佛学呢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 完美的结合 佛法呢 或者是他的信仰 就完全就可以作为他的艺术的灵魂 因为艺术他需要灵魂 如果艺术品呢 他没有灵魂的话呢 那么那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 一个一个心香而已 是个壳了 对 所以就是他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真正的他自己的灵魂 那么灵魂是什么呢 那就是就可能有不同的人 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作为这个他的 比如说姚魂音乐呢 他的灵魂呢 他有他不同的思想啊 不同的观念 就作为他的这个灵魂 然后呢 艺术的话也是一样 艺术他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呢 那就是不同的这个思想啊 不同的观点啊 不同的观念呢 那都是就是作为他的这个灵魂 那佛法 就如果你用这个佛法 作为他的这个灵魂啊 比如说佛教里面讲的慈悲啊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菩提心呢 还有就是这些佛法里面的这些博大精神 那跟这个艺术结合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完美 一个呢 通过艺术可以传播佛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佛法 把这个艺术的层次提升起来 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事情 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些电影啊 里面呢 也有很多佛教思想啊 比如说像黑客帝国啊 还有就是星球大战啊 那这些里面都有了很多 都已经有很多很多佛教的思想 还有道梦空间 对 然后就是这类的东西里面呢 如果有尤其是像电影里面呢 把一些佛教的思想进去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就他的层次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神都不一样了 所以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音乐也是这样子 反正佛教的这个博大精神啊 它跟电影也可以结合 它跟音乐也可以结合 它跟其他的这些艺术东西啊 也可以结合 本身就是比如说佛教的这个 比如说像坛城啊 曼达拉 还有就是这个佛像啊 还有尤其是密法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起舞发器啊 那它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都是一些艺术品 所以说它是不用给它完全分开的 一定要找好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对 如果本身它是一个艺术家啊 然后呢 它再懂佛法的话呢 那就它就肯定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非常好的作品可以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